歡迎回到發達廣場的時間 如果家庭觀眾有任何股票問題的話 可以隨時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是2804-6566 又或者傳電郵給我們 坐我身邊的嘉賓 仍然都是要財證券的分析員 李慧嫻Hannah Hannah 你好 Hannah 你好 Hannah 另外這一節想和您看看個別股份 一些高檔點的零售股 又或者一些高檔點的消費股 今天都成為洗倉的對象 剛才今早講到Joyce方面 今天股價大跌 另外要來970方面 現價都跌超過9% 去到7毫半 最新 今天跌了8仙下來 今天最低見過6毫9 另外一隻就是另外一隻 今天高盛唱淡 看到高盛唱淡 就是露菇那隻敏華1999 今天股價都大跌 跌超過1乘2 去到3.8毫半 其實是否這類型的 上半年來說 大家都說奢侈品類型的消費股 值得大家市場追捧 下半年來說 又或者第四季來說 是否投資主題已經轉變了呢 你看到今天來說 其實有一宗離譚的消息出現 就說中央方面 就是財政部的官員 說到中央無意 就是財政部對於 就是下調奢侈品稅 就持有一個負面的態度 這一方面 其實有機會影響了 就是早前熱炒的一個 調低奢侈品入口稅 就刺激了一些奢侈品的 入口方面的一個影響 你看到這宗新聞 你說出了之後 難免會令到一種奢侈品股份 都有一個沽壓在那裡 但是你說看下半年來說 預計整體的銷量 都預計就算有一個 是增長放緩的情況都好 但是我的幅度 未必會說 就有一個太大的打擊在那裡 因為現階段來說 香港上市的一些股份 都看到 你看到 例如早前幾個月的營運數據 都看到 看回最富裕的一班人 似乎他們的消費意欲 都還未說是受到太大的打擊 當然 假如下半年來說 中國方面的經濟 如果真的有一個 急速向下的情況 尤其是甚至出現一個軟著陸的情況 有關的股份 預計上 實際上的營運法方面 都會受到一個負面的影響 但是現階段 近來來說 股價方面 有一個比較顯著的大跌 除了在奢侈品稅方面 有一個影響之外 還要看回它的估值方面 看到無論內地方面的奢侈品 又好 或者香港上市一些 是外地品牌的奢侈品當中 包括Prada 又或者新秀利等等 看到估值都不算太低 近來來說 基金洗倉的對象 都以高估值的股份為主 所以在有關主題下 看相關的股份 預計短線來說 都仍然會有一定的股額在 對 另外 利福方面 今天股價也是下跌 跌了超過2% 去到$20.05 另外 其他消費股 今天也是下跌 見到百位方面 繼續下跌 最新跌超過3% 去到$13.6 如果持有消費股的投資者 其實你覺得 這個時間應該避一避 還是其實都可以繼續持有呢? 你看看持有消費股方面 我自己建議 可以留下11黃金周 看看有沒有最後一轉去炒 因為看過往來說 見到11黃金周 都會帶動到 本地方面的零售消費股 有一個是炒作的主題 你看看今年來說 其實不排除 都有機會重複以往方面 一個是炒作的pattern 所以說持有消費股的投資者 可以留下11黃金周之後 才是沽貨 當然看回有關主題 就算炒不起的話 也好 或者11黃金周過後 我都建議 要在市場上減少有關的股份 畢竟重視早前來說 一些是內需股意志 一些消費品股 其實都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困難 但是我看回 在跌市到尾聲底下 有關的股份 其實都不排除需要 就是一個是補跌的情況 所以持有的投資者 再等一會 看完11黃金周之後 我都建議在市場上 就是在市機沽出有關的股份 謝謝 另外 見到兩大內地電訊商 都公布了營運數據 不如看看今天內地電訊股的表現是怎樣 見到中移動方面 升6.5元到79.8元 中國聯通升4.2元 報17.16元 中電訊升1.3元 5.19元 先看看中移動的營運數據 公布8月份的最新營運數據 上月的整增客戶數目是577.7萬戶 加上個月的506萬4千戶 略增速略為加快 8月新增的3G用戶是272萬戶 見到數字來說都算有驚喜 聯通方面 用戶量更加突破200萬 見到股價最多升超過4% 其實會否見到內地電訊股在逆市之下 雖然可以成為抗跌力比較強的股份 是否見到基本因素都開始逐步改善 近來來說 就是內地方面的一些電訊股 基本因素 開始有一個改善的衝勁在 因為早前來說 以反 例如聯通為例 公司早前 早那年 各個收入都受到手機補貼方面的影響 但見到近來來說 整個公司開始轉變了一個營運的策略 主攻一些中低檔的智能手機 相關手機的補貼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 這方面都可以帶動整個Apple上升 亦都對整體順利方面的影響 其實不算是太大 在整體補貼方面的影響 又不算是太多 使得對整體盈利方面 都有一個好處 而你要看至於另一隻 例如中電信來說 本身公司在3G業務 看到它的改善是比較明顯的 尤其是看過去幾個月方面 3G賞客量方面 都有一個比較顯著的增長 其實看即將公佈的8月份數據 預計它的增長 都會令到人 都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增長在 所以看基本因素 看到這兩間公司 都有一個持續的改善在 再加上本身中移動來說 在歷史之中 都是由於它持有的現金是比較多 都成為了投資者追捧的對象 所以三大電信股 預計在今次跌浪來說 都可以維持相對比較強的勢頭在 當然你看到整個股值方面 仍然是意中移動最低的 因為你看到它現階段 手上持有的現金 有超過3千億人民幣 你看到股價的市盈率方面 亦都是在說 若果是11倍左右 其實亦都是相對同業為底 所以現階段來說 想買一隻穩穩穩的股份 其實中移動仍然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好 謝謝 另外大家都憧憬中電信公佈的營運數據 都會比較好 亦都好過市場預期 今日股價都升了接近3%上來 最新去到5.21 最高見到5.23 一年的高位在5.28 其實不少投資者 又或者不少的分析員 早前都推介這隻中電信股份 覺得可以有一個炒落後的意味 但你覺得現價入的追的空間又大不大 是否仍去落後 你看到現價方面 似乎現價去追的話 我就不是太建議 因為真的升到去 靠近早前的高位 5.28 相對來說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阻力在 你看到公司 曾經試過一次、兩次、三次、四次、五次 都未能夠突破5.3的水平 所以你看到5.3的阻力相對會比較大 如果真的要追入的話 我都要確定股價能夠升破5.3 並且企穩在這個水平 之後才追入 那個直撥率相對會比較大 另外還有少許時間想和你看看中聯重科 見到現價中聯重科跌了超過2% 去到9.46 今天最低見過9元 見到這隻股份不斷沉底 另外三一方面也各自招股 是否中聯重科的前景仍然沒有甚麼運行 你說看中聯重科方面 見到過去幾個月 就算整個重型機械股 面對一個行業的低潮也好 但公司方面的營運數據 仍然是比較理想 能夠交出一份成績表 但你說看現階段來說 整個市場 其實炒了不是放在過去幾個月的一個營運數據 相反整個焦點是放在未來的半年 究竟中國方面 股定投資會否有一個減慢的情況 而這方面也拖累了整個股價方面 就是一個比較明顯的下跌 但看短線來說 已經進入了技術上超賣 所以不排除有機會反彈 但要留意反彈 首個阻力會會放在10元 好 麻煩Hannah 要問回剛才說過的股份 有沒有哪種持有 沒有的 好 麻煩 稍後回來仍然是發達廣場的時間 家庭觀眾如果有任何股票問題 可以隨時打電話來給我們 電話就是204-6566 又或者傳電郵給我們 恆指最新跌50點 去到18867點 下一節回來再和大家見面